太整齊就不好看了 就亂中有序 就很漂亮了 裡面那個 六字寫長一點點 下筆就要滑動 那個葉子 下筆就要滑動 然後筆尖要提起來 這樣就對了 筆拿紙比較好畫 不要斜的,斜的它反而畫不出來 下筆不要停頓 就直接撇 你的葉子可以再粗一點點 再粗一點點 然後可以重疊 你的是可以加一點黃的 因為太黑了 好 沒關係 那樣差不多比例可以就可以 你的顏色應該要再厚一點點 你的有點像改良的 變長了 可以再稍微短一點 它的比例是 一個半正方形 所以你就會知道 你那要快變兩個正方形了 然後黃色多一點 不然你那會太深的顏色 不用調 就筆尖再沾黃色 沾過來沾過去 不要調 不要調 就沾 對,你再沾黃色 因為你那太深的顏色 筆尖再沾黃 不是,那你不夠 對,直接在罐子裡沾 它才夠厚 對,好 再去沾綠色 不要調嘛 就沾 對,好 不要調 你就沾了一下,沾了一下 就好下筆 它就會兩層顏色 滑動 欸,對 欸,不要提起來啊 比提起來 這樣變尖 提起來 拉,拉長 拉 就拉起來了 不夠長,不夠長 欸,不夠長 尾巴給它變尖 變細 不過你就直接下來就好